大家好 我是小雅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现在这个房子不是已经装修好了吗 我们现在就是在纠结一些事情啊 就是这个到底是用煤气还是用这个天然气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呢 他也是有那个买了管子 买天然气的管子买在什么小区了 然后他现在这个天然气就特别的坑你知道吧 然后说你要去就是说你要去想用那个天然气的话 那个费用就是很高 好像现在要交反正定金的话交运200块钱 然后后续的话再交个2000多 差不多3000块钱这样的 他3000块钱到底是包什么东西 记得咱们我不知道啊 像就我了解啊 人家用那个天然气都是你交费 然后他就给你开 不交费就不给你开这样的 现在一家的交个三两三千块钱 我觉得太贵了 这个天然气 这个天然气 我感觉就像那个电费一样的 你要去交钱啊 他就可以给你通电 不交钱就不给你通电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他现在收费所这么高2000多差不多3000块钱 我也在想不通啊 用那个煤气和天然气 天然气的话肯定会就是费用的话肯定会便宜一点 反正基底怎么收费我也不太清楚啊 因为现在还没安装嘛 因为现在我那个厨房买那个灶台是买的那个煤气的啊 如果说你单独想用那个天然气的话 你必须要换那种天然气的灶 但是我现在这个煤气已经买了 然后呢到时候我想装再装我们现在是这样想的 就是等现在因为我们小区呢装修差不多有应该有一两百户装修这样的 我自己装修了一半一小半一小半的人装修了 还有一大半的人还没装修 我是想等全部装修好了 人全部装修好了 到时候咱们再去问一下 我感觉到时候那个要费便宜一点 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还没有 除非有钱啊 有钱才会自己显得这个天然气啊 现在当然显得这个天然气肯定会好一点 因为是便宜嘛 但是它这个开付费太贵了 知道吧 两千楼差不多三千块钱了 反正到时候只能安多一点了 咱们这里了解一下 我感觉到时候估计会便宜一点点 我们这个天然气它是已经拉到这个小区了 然后它已经这个管子它已经埋上来了 在那个那个黄色的那个就是天然气管子 从一楼一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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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几楼的 它这是每一层都分有两根 跟那个小小那个嘛 那个就是分对面一户 这边一户这样的 它现在是拉着管子 如果想去接应该是直接去接吧 但是它这个费用太贵了 它这个两千多块钱应该是包一些电表啊 什么人工费啊之类的吧 他们那边那个小区就是你 他那电表已经安装好了 就是什么东西都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说你想要 它就直接给你拉个线管子 然后倒进这个厨房里面 今天这么简单的 像我们这个小区还要交一点千块钱的这个费用 没必要啊 我就知道这个收费喉合理 反正现在没钱 到时候再看吧 就暂时先用这个煤气吧 反正煤气的话也挺好的 就是稍微贵一点 天然气顶的话肯定会贵一点点的 不过没关系了 反正等以后再看吧 看到时候这个肯定不需要用这么多钱了 那种感觉 他现在刚开始给你贵一点 嗯